日本不产牛 中国养完牛以后发了 这盘多少钱 五八七两肉 朋友们这三盘肉加起来一百多块钱 全是雪花温利版本的中国粉牛 这一盘肉沙也是油量油量的 烤肉 来拜算 说这是七七哈海送给世界的礼物 一点也不为过 哈喽朋友们 我现在来到了这个鹤城的一个囤子里 据说这里的烤肉在整个烤肉界都是一举 大把的人从市区开车专门来这个囤子里吃 哇 是这样子的还是递抗的 农家有点感觉 雪花一头油是不是没多少 对 这锅里真漂亮 这一盘是多成啊 七两 七两 还不太直到 太漂亮了 这盘多少钱了哥 五八七两六 这盘店一费里三四百呢 来房贵啊五六百都有啊 日本不产牛 你知道吗 在中国养完牛以后的话发吧 国外 那日本的牛不能在咱这发的吗 哈哈哈 一手相间的哈 这排多少钱呢 可以啊 也是五十八 对 五十八这一盆真的不敢想啊 这文理这肉质 我们这三盘肉加下来一本来块钱 先点了那么一桌 有两个比较特适合 一个是烤酸菜 还有一个其实烤肉必备的酥子叶 正确是法 拿牛油先润一下锅 烤肉 全是雪花温利版本的中国和牛 这个牛肉刚一上锅就能闻到一股奶浆味了 鸡肉烤完之后也是油亮油亮的 先来控口吃一个 食物酱料就不酱 一点也不夸张的说 一股奶香味 牛肉味很重 就有一股非常纯的牛肉的味道 这个吃起来味道好独特 第一次感觉这个牛肉不需要加任何毒料 能做到那么好吃 纯奶香味 雪花那个部分特别像 像是在嘴里爆汁一样 稍微来一点酱料试一下 哇 这一口 它的这个料汁也是好吃的 但是已经把这个牛肉的本味给遮住了 有一点抱枕天物还是应该控口吃 但是实话这个肉汁在外面我都不敢点 最近排水多少钱 牛上脑 七七哈尔这个牛肉怎么回事 为什么都带一股奶香味呢 反正我看他们都说 七七哈尔是送去世界最好的礼物 蘸下这辣酱试一试 两份雪花牛肉 一点辣白菜 红辣椒这样卷一下 酥酥叶的清香炸不香只有肉香 比卷的蒜蒜好吃多了 哇 哇 这一盘 这一盘肉山 油香油香的 但是这个香菜吃 真的我是发现了 他们家所有的这个烤肉都不需要怎么去蘸干料 纯吃它的肉香味 嗯太香了 这 我看他们都说七七哈尔这边是天然的牧场 是北纬多少度到多少度之间很适合这种牛肉的生长 包上酸菜 烤肉 来白蒜 这口真是给一斤排骨都不换 太香了 像七七哈尔这种烤肉必须大家要来到当地来吃来亲身感受 还能体会到它的美妙 还能体会到它的美妙